哈喽大家好,我是爱意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起保险金诈骗案 别斧三亿宝金杀人事件 这起案件发生于1974年的日本大分线别斧市 由于案情的细节非常的具有戏剧性和争议性 所以案发当时几乎可以说是牵动着全日本每个人的神经 大家每天都在盼望着 希望可以尽快把那个杀死G7儿的恶魔绳之于法 但是作案人却始终坚称这只是一场巧合的意外 而并非大家所认为的为了骗保而杀人 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又是怎样的呢 1974年11月17号晚上10点钟左右 在大分线别斧市的国际旅游港的第三码头 有一辆白色的日产车以大概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冲进了海里 据当时在场海调的目击者说 他们看到车掉进海里之后 赶紧冲到码头的岸边去想看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谁知道刚冲到码头的岸边 就发现海里有一名男子 边呼救着救命 边慌张的往岸边这边游过来 那些调友们赶紧帮忙救助 并把这位男子成功的拉上了岸 并询问他 你没事吧 被救起来的男子涂了几口水 喘过气来之后才回答说 我自己是没事了 但是其实我的太太还有孩子都困在车里 如果早知道就一直让我自己来开车就好了 那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 唉 调友们听完之后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赶紧冲过去电话亭报警 请求帮助 警方在收到求助电话之后 马上也动用了海上救援队出来搜救 但是一直搜救到第二天的上午 才找到沉下海里的车体 很遗憾的是 困在车里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早已经溺死了 破救的男子当晚也马上被送到了医院 做详细的身体检查 经过一个晚上的留院观察之后 发现男子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碍 于是警察就开始向他入口供 请他讲出案发的来龙去脉 据这名男子回忆说 事发当天是他们家的家庭日 两夫妇带着两个女儿一起出门去自驾游 另外家里还有个长男 由于要在家里备考的关系 所以没有跟着大家一起出门 于是一家四口就驾车前往当地一座 非常有名的关门跨海大桥去参观 沿途为了避免驾驶疲劳 两夫妇轮流开车 轮流着坐正副驾驶座 两个女儿则是坐在后座 一边聊天一边欣赏沿途的风景 这本来应该是一个非常开心和睦的家庭日的 谁知道却发生了这样的悲剧 男子接着说 然后在晚上回家的路上 因为突然想要带孩子去欣赏一下大分线的夜景 于是他们决定中途绕道 开去了别府市的夜景观赏圣地 国际旅游港第三码头 而且往第三码头的那段路是由妻子驾驶的 自己则在副驾驶座半睡半醒的休息着 然后突然听到妻子尖叫了一声就惊醒了过来 那时候发现车子都已经要掉进海里去了 幸好自己在九死一生的那一刻 从破掉的前窗钻了出来 由于时间紧迫 根本就来不及救妻子和孩子了 只能拼了命往水面滑 哎 当时要是自己来驾驶 就不会发生这种悲剧了 一定是妻子路不熟 驾驶失误才酿成了意外 哎 由于这起案件导致了三个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而且又是整辆车直接掉进海里的 这种感觉是在电视里才会看到的剧情 所以很快的就引来了很多新闻媒体的关注 1974年11月18号 西日本新闻所发行的报纸 还特意用了非常大的一个篇幅 去报道这一起交通事故 事件对外传播开来之后 也迅速吸引了很多普通民众的注意 正当大家都在为受害家庭感到惋惜的时候 其中有不少民众却是从报道中认出了这位倖存下来的男主人公 并纷纷打电话向媒体爆料 说出了这位男子不为人知的过去 此案的男主人公名叫荒木湖美 生于1927年大分线佐博士的一户农家家庭 长大之后加入了日本的海军特工队 所以从这一点可以推断 她是一个非常熟悉水性的人 在二战之后 湖美就从日本海军退伍 重新回到了学生生活 一直读到专门学校毕业之后 才找到了一份中学代课老师的工作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便踏上了她的犯罪生涯 湖美第一次被判刑是在1949年 当时的她还没有和现任的太太结婚 而是还处于她第一任婚姻当中 但是湖美并非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 虽然已经结婚 但是还是不断的在外面乱交女朋友 其中有一个还不小心被湖美搞大了肚子 因为当时的日本还处于比较封建的年代 未婚生子算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于是湖美便想尽办法 最后拜托了她认识的一个针灸医师朋友 才帮忙把孩子偷偷给拿掉了 结果湖美不单止不知恩图报 竟然还拿着这件事情去威胁勒索这位医师朋友 说她违反了当时的日本医师法和非法堕胎罪 最后医师朋友不得不以恐吓勒索罪反告湖美 最终湖美被判刑三个月缓刑三年执行 留下了案底的湖美 再也没办法在家乡有立足之地了 所以她便辞职并抛下了当时的妻子 一个人来到了别府市 想着说要在这边重新开始 湖美来到别府市之后 凭着东臭西臭过来的一些本金 开了一家生肉店 但是做生意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不到几个月就把自己的钱给亏光了 于是这时候的湖美又开始动了邪念 她向当地保险公司购买了一张高额的火灾保险之后 不到两个礼拜 店铺就莫名其妙的起火 店里所有的东西都被这把火烧了个精光 保险公司对此马上就起了疑心 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发现 竟然就是湖美自己亲手放的火 她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想要骗取高额的赔偿金 所以最后湖美被告上了法庭 又被判了八年的有期徒刑 这次的服刑出狱后 湖美便与第一任妻子正式离婚 但是在这之后又陆陆续续犯下了各种不同的罪名 而不断的出入牢房 据说算起来她人生有超过一半的时间 都是在监狱里面度过的 认识她的人甚至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 九州第一大坏人 直到1973年的10月 也就是这起悲剧发生的前一年 湖美来到了别府市的婚姻介绍所 提出她自己想要再婚的想法 最后经过几次的相亲终于遇上了现任的妻子 荒木何子 而当时的何子是一位前夫找逝 独立照顾三个孩子的单亲母亲 经过一年的相处之后 便和湖美重组了现在这个荒木家庭 结婚后还向政府递交了正式的收养手续 何子带过来三个孩子 也正式的成为了湖美法律上的孩子 这个所谓的九州第一大坏人 荒木湖美 经过了那么多苦难 好不容易才过上了现在幸福的家庭生活 怎么会突然又摊上了这样一起悲剧呢 虽然说单单从一个人的背景 先入为主的去看待她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但是还是很多人忍不住会去联想 难道这真的就是一起单纯的交通意外吗 会不会与荒木湖美有什么关系呢 会不会背后又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当然别府市的警方也有一样的怀疑 他们也坚持要追查这起事故背后 到底有没有什么人为的犯案迹象 这不查不知道一查不得了 警方从当时日本最主要的六家保险公司 都找到了 以这只事故的三名遇害者 还有当时留在家中躲过一劫的长男 这四个人作为被保险人的保单 而以荒木湖美作为保险人的保单 却一张都没有 而且诡异的是 单单是这些保单每个月的公款 加起来就要13万日元之多 这个金额大概相当于 当时日本公务员起薪的两倍 这听起来对于并不算是太富裕的荒木家庭来说 是极度不寻常的 另外保险公司还估计 受益人可以从这次交通事故中 获得三亿一千多万日元的赔偿还 这个数字放到现在的话 相当于快十亿日元了 看到这些不寻常的巨额保单 再加上湖美之前有过诈骗保险金 和勒索等等不良的记录 所以不管是别服侍警方 还是各大新闻媒体 都瞬间把怀疑的目光 瞄准了这位九州第一大坏人 有的媒体甚至直接就用了 骗保伪装事故 拇指三人被谋杀 等等非常主观的标题 去报道了这件事 从而不断的制造 对荒木胡美非常不利的舆论攻击 但是面对这些来自全国的怀疑 甚至是侮辱谩骂 性格暴躁的胡美并没有被压倒 反而是选择了主动正面回击 召开全国记者会 就是在这一场记者会当中 荒木胡美露出了他第一个马脚 大家留意一下胡美讲的这句话 我并不是这些保险的受益人 他说的真的就是事实吗 最后经过别府市的警方查证 的确这些保单上所写的受益人 都不是荒木胡美的名字 但是根据日本当时的保险理赔规则 如果是妻子一个人先死亡的话 死亡赔偿金全部都会平分到三个孩子的头上 但是由于两个女儿也同时遇难了 他们所继承到过世母亲的赔偿还 再加上自己的死亡赔偿还 都会自动转到身为父亲的荒木胡美的头上 简单的说就是 这三亿一千多万日元的赔偿款里面 荒木胡美可以拿到两亿八千四百万日元 而幸存的长男只能拿到两千六百万日元 整整差了十倍之多 如果是这样的赔偿结果的话 那明显就和胡美在记者会所说的话有出入了 所以这次的记者会 不但没有为他自己洗清来自各界的怀疑 反而还让某些了解此案的人 气氛到主动向警方提供了更多相关的线索 其中有两个人的证言 可以说几乎就掀开了荒木胡美的虚伪面具 首先第一个证言来自于 一年前在婚姻介绍所负责接待胡美的专员小A 据小A回忆说 当时胡美来到婚姻介绍所 登记要找结婚对象的时候 她提出了一个让人觉得非常疑惑的特殊条件 那就是她希望对方是一位带有小孩子的单亲妈妈 小A刚开始听到这个要求的时候觉得很奇怪 就忍不住多问了一声为什么会在意这些呢 结果胡美的回答是 一般没有父亲的母子家庭呢 妈妈都是没有时间带小孩子到处去玩的 所以我很希望以后自己可以以一个父亲的身份 在假期的时候可以多带着小孩子开车去兜风游玩 带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 小A听完之后当时还觉得 胡美真的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 所以最后才给他们两夫妻牵上了红线 却完全没有想到竟然是把这母子三人送进了虎口 第二个证言来自于另外一名年轻女性小B 据小B回忆说 虽然荒木胡美已经和荒木何子结婚了 但是他们其实一直都没有住在一起 胡美给出来的理由是因为 长男现在还没有完全接受她这位新父亲 所以希望慢慢培养好感情之后再搬到一起 但是其实真正的原因是 胡美她在外面还一直都有交别的女朋友 而小B自己就是众多女朋友中的其中一位 然后在车祸发生的前几天 小B自己刚好来到了胡美的家里 当时胡美讲了一句非常诡异的话 如果我出什么事故死掉的话 我养了很久的这只鹦鹉就交托给你咯 当下小B再一听还以为她是在开什么玩笑呢 但是之后看到了关于这起交通事故的报道 马上就意识到这番话很有可能与本案相关 说到这里几乎就可以断定 这起悲剧根本就是荒木胡美一手策划出来的对吧 但是法庭上是不接受几乎这种东西的 如果真的要把荒木胡美定罪的话 需要的是更加直接更加确凿的证据 最后别服事的警方到底能不能把荒木胡美绳之于法呢 另外荒木胡美在面对全国媒体和吃瓜群众的指控 她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击呢 上一节我们讲到了 几乎全日本的媒体和吃瓜群众都认定了 这次的悲剧根本就是荒木胡美为了诈骗高额的保险金所造成的 但是警方单单凭着一些间接的证言 是完全没有办法采取逮捕行动的 所以荒木胡美依然是高调的出现在各大公众场合 并不断的宣称这一切只是一场巧合 夺走家里三条人命的也只不过是一场单纯的交通意外 而自己又刚刚好是可以拿到巨额的赔偿款仅此而已 为了堵住这些吃瓜群众的嘴巴 胡美甚至答应了一档日本非常有名的综艺节目的登台邀请 决定用全国直播的方式公开接受大家的质问 并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 然而经过第一次召开记者会的失败挫折 荒木胡美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在这场全国瞩目的谈话秀里面 他再次被人家抓到了把柄 节目一开始胡美就迫不及待对着电视镜头向全国的观众说 我是清白的 虽然我这样说会听起来很薄情 但是掉下海的那一刻 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去救我的太太和孩子了 主持人接着问他能不能描述一下当时案发的情形 于是胡美再次冷静的对着镜头回答说 从我浮上水面的那一瞬间 就一直很担心还困在海里的太太和孩子 我不断的向岸上的人呼喊着 我太太和孩子还在里面 快帮忙救人 但是很可惜的是 岸上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跳下来帮忙救人 听完胡美这样说之后 主持人再一次向胡美确认 你是说从您浮上水面那一刻就开始这样叫的吗 胡美肯定的说 是的 我边游边向岸上的人呼叫 请他们帮忙救我的太太和孩子 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察觉到 荒木胡美露出了他第二只马脚 没错就是他刚刚所说的 浮上水面时所呼叫的内容 据当时在场海调的人所提供的证言得知 荒木胡美朝着岸上游过来的时候 对妻子和孩子在水里这件事知之未提 反而是被拉上岸了之后才告诉大家车里还有其他人 而胡美在直播里的说法和当时的情形完全是不一致的 而且他还故意的把责任抛给了 在岸上那些把他拉起来的好心人士 主持人听完他这样讲之后也毫不客气的指出了他说谎 结果荒木胡美又像发了疯一样失控了 他对着直播的电视当场大发雷霆 并且不断的辱骂电视台 这个白痴的电视台 我永远都不会再跟你们这群脑残打交道了 恼羞成怒的胡美丢下几句脏话之后就愤然离场 而他当时的丑态也通过直播的方式传播到全国每一个角落 离开录影视之后胡美在休息室平复了一下自己心情 为了挽回自己的形象马上又召开了紧急记者会 以下是当时留下来的真实记者会现场 他の場合も全部そうなんです 我全国署名しています だからこれは保险会社に申込した 申込書がありますからね 保险会社の本社にあるはずです そこの申込書を調べてごらんなさ 署名は不可も署名です全部 これはね、内緒で保险入れるわけないんです 健康審査があるでしょうか 健康審査が それにその被保险者本人が行かなきゃならないんですからね 子供だってそうですよ 从采访的内容可以得知 荒木虎美始终没有放弃撇清自己的嫌疑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恰恰是这场闹剧 悄悄地给自己种下了一个恶果 在这一次采访之后 别府市警方终于找到了两个决定性的证据 可以申请逮捕令正式把荒木虎美气拿归案 并向法庭上告他故意杀人且诈取高额保险金 被逮捕之后的荒木虎美 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漫长的法律战 到底要怎样才能说服法庭 给荒木虎美定罪呢 上一集我们所提到那些证人的口供 放到法庭上顶多就是一个作为参考的间接证据而已 那么警方这次找到的又是什么样的直接证据呢 首先在法庭上检方律师提出了第一个证据 那就是在案发后被捞上来的事发测量 建立小组的专家从中找到了车子被人做过手脚的痕迹 稍微了解车的人可能都会知道 一般车子的车厢里面是有几个排水孔的 平时如果车厢内进水的话 可以通过这些孔把水给放出去 而且正常的车辆这些排水孔 平时都是会用橡皮酸给封起来的 但是这次事发的那辆白色日产车里面 竟然有四个排水孔的橡皮酸被人事先摘了下来 而且经过模拟实验得知 被摘掉橡皮酸的车子会更加快速的沉入海里 从掉进海内一刻算起到整辆车沉下去 仅仅也只有15秒钟的时间 如果不是事先做好逃生的准备的话 正常人是不可能可以在15秒钟里面从车子逃出来的 而且根据荒木虎美的证词 他说了他当时是在副驾驶座上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更加不可能来得及逃出来了 从这一点可以推断出来 他一定是在快要掉进海里之前 就已经事先做好逃离车子的准备了 所以说这一场交通事故 一定是荒木虎美故意制造出来的 说到这里法庭上的旁听门一片哗然 大家就像是看到自己支持的球队得分了一样 非常的兴奋 但是接下来出场的荒木虎美的代表律师 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他首先辩称 车子经过海水的浸泡后 根本就采取不到指纹了 所以就算是车子被动了手脚 谁用了证明 这就一定是出自荒木虎美之手呢 而且律师还说 普通人不能用15秒钟从车子逃生出来 但是荒木虎美本来就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是经过严格训练出来的海军退伍军人 所以他的水性和警惕性本来就强于大部分人 总不能因为他求生技能比较强 就推断是他事先策划好的吧 法官在听完之后 也马上露出了一副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的表情 看来第一个证据瞬间就失去说服力了 说到这里可能有不少网友已经想到了 如果要证明荒木虎美他说谎他有罪的话 其实只要去看当时在车里的正驾驶座上的遗体 是不是他太太本人就好了对吧 如果能证明不是他太太 而是荒木虎美本人在驾驶的话 那就可以百分之百确定 这一切都是荒木虎美所编造出来的谎言 但是很可惜的是 在找到死者遗体的时候发现 妻子最后所在的位置 是跪在正副驾驶座的中间 并停留在向后拥抱着自己孩子 好像是在设法救人的状态 所以很难断定掉下海之前 他到底是坐在正驾驶座还是副驾驶座 而这个时候就是要看法医 有没有本领找到关键证据了 据接下来出庭作证的某国立大学法医系的权威教授说 从荒木盒子遗体的膝盖上找到了几道伤痕 而且在副驾驶座上也发现了两个凹陷的地方 所以推断是在掉进海里内刹那的冲力 导致荒木盒子的膝盖往前冲 撞上去才造成的凹陷 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可以证实 荒木虎美当时就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而不是荒木虎美所宣称的正驾驶座 所以可以断定当时是由荒木虎美亲自驾车 故意冲进海里的 听完全为教授这样的证词之后 法官也连连点头 这时很多人都以为正义快要得到伸张了 谁知道很快的 虎美的代表律师又狠狠地把这个证据给一脚踢翻了 原来聚察时 荒木盒子的遗体上 除了刚刚那位教授所说的膝盖位置上有伤痕之外 膝盖往上一点的大腿内侧的地方 也有一道明显的伤痕 如果这位权威教授的说法成立的话 盒子的膝盖在撞击到副驾驶座那两个凹陷地方的时候 他的双腿必须是紧闭到只有10厘米的距离 如果真的是紧闭到10厘米的话 那按道理就不可能可以撞到大腿内侧了 所以也有第二种可能是 他撞击时是张开双腿的状态坐着的 也就是说副驾驶座那两个凹陷的地方 和荒木盒子的膝盖的伤痕 并不一定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刚刚那位权威教授所做出的 荒木盒子一定是在副驾驶座上 这个假设也仅仅只是一个假设而已 所以不能以此作为认定荒木湖美有罪的证据 真是没有想到这个本来以为是最有利的证据 结果也变得那么的不堪一击 虽然大家都很不甘心 但是此案最后还是不得不已 荒木湖美胜利的效用而画下了句号 但是 在一年半之后的1976年9月13日 这个九州第一大坏人荒木湖美 恐怕做梦都没有想到 他之前种下的恶果马上就要开花了 原来有一个人无意中看到了他当年大闹电视台的节目后 竟然认出了荒木湖美来 并主动打电话联系别服事的警方 说可以证明他说谎 这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警方再一次把大家带回到了法庭 这一次首先登场的是有力证人小西 据小西回忆说 在案发的1974年11月17号 晚上10点钟左右 在距离别服事国际旅游港 第三码头最近的那个新川红绿灯处 他当时在那里停下车来等候绿灯 等候的同时 他发现了停在他旁边有一辆白色的日产车 他打开车窗探过头去一看 发现当时正在驾驶坐的 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荒木湖美 所以他一直说是由他太太驾驶这件事 根本就是个谎言 坐在一旁的湖美一听 立刻就觉得事情不妙 于是马上让代表律师上前 对证人小西展开质问 湖美代表律师非常怀疑地问 正常人开车应该是不会偷瞄 旁边车的司机是什么样的人才对的 为什么你刚好就看到了 这次事故的驾驶人是被告呢 你确定自己不是在说谎 想要污蔑我的当事人吗 证人小西好像早就料到了会被这样问 于是非常冷静地回答说 因为当时停在旁边那辆车的车型 和自己好朋友的车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刚开始我以为那辆车的车里就是我的好朋友 另外我们这里是小地方的关系 大家在路上遇到认识的人都会互相打个招呼 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很习惯地摇下车窗 探出头去想着跟自己的朋友打个招呼 谁知道摇下车窗看过去之后才发现认错人 也就是因为这样我印象才特别深刻 当时摇下车窗看过去 握着方向盘的并不是一个女的 而是她 证人小西说完之后很肯定地指责荒木胡美 然后接着说 等到转绿灯之后 我自己就开车往前指走了 而荒木胡美的车则是左转开建了第三码头 坐在旁边的荒木胡美 听完证人小西的证言之后 又开始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了 竟然在法院抱走了起来 还不断地口出狂言的入马威胁小西 不要乱说话 在法庭警察的拦截下 胡美才再次冷静下来坐回位置上 然后突然间荒木胡美又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对着法官说 我突然想起来了 这位证人小西一定是认错人了 因为那天晚上我们的车 并不是从红灯处左转绕进第三码头的 而是过了红绿灯直走 先是要到了第二码头再直走 才开到第三码头的 所以证人小西刚刚所提到的 红绿灯处左转的那辆 一定不是我的车 根本就是她认错人而已 证人小西听完胡美的辩解之后 竟然很突然地微微一笑 并非常自信地拍着桌子说 荒木胡美说谎 因为那天晚上修路的关系 从第二码头开进第三码头的路 是被封起来的 所以那天晚上通往第三码头的路 就只有红绿灯处左转这唯一一条路 所以我没有认错人 从头到尾都是你在说谎 这时的荒木胡美就像被枪击中了一样 无力的摊坐在椅子上 恐怕这时候的她也猜到了 自己将要输掉这场官司了 最后大分线的地方法院 采纳了证人小西的证言 并判定荒木胡美 蓄意杀人罪和诈骗保险金罪罪名成立 由于此案夺走了三条无辜的生命 所以作案人被判处了日本最高的刑罚 死刑 虽然荒木胡美对于这个判决 始终表示不服 并上诉到了日本最高法院 但是不知道是老天爷有言还是怎样 最后还没来得及开审 他就已经病死了在牢房里面 别斧是三亿宝金杀人事件 也因此最终画上了句号 好了今天影片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 记得留言告诉阿姨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给我一个赞并帮忙转发出去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聊